大家好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錄的時候是下午的十二點十六分 很快 還有九日 今個月沒有三十一日 還有九日 踏入十二月 很快 2022年就過去了 希望大家今年平安度過 今早上 其實本來的封面 是用那個細攬 但今早我 打開手機 有讀者已經在 之前的YouTube節目留言 他說 李十超 我哪個叫李十超 原來他 簡寫用過加字 我說哪個叫李十超 李十超 原來他用過十字代表加 剛剛洋出 大家知道 他去了泰國四天 昨晚回來 還接受記者訪問 剛剛早上說他洋出 好 仰佐 暫時就在家隔離 但是我們 我看回新聞 李十超 過去四天 全部快測都是陰性的 所以他上了飛機 大家覺得 是否像陳茂波一樣 又是那些 鼓劃的槍 是嗎 你剛剛 上飛機前檢測 你陰性的 咦 大家都在曼谷 泰國 回香港 去過 我也去過幾次 四個小時而已 你突然間陰變陽 陽變陰 這麼神奇 是否才對 其實現在最害怕的 就是密接 包括習總 包括我們習主席 這次糟糕 回到香港 馬上 原來香港很容易洋 其實 在泰國他都不洋 他都會洋 這樣不戴口罩 四圍去他都會洋 一回到香港便洋 這樣 那你說是否是鼓劃的槍呢 那我們一會 去到那一節 即是兩三個畫面之後 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今早上的港股 即是我不想說 告訴我港股 但現在應該也是 我猜中的 大家看到 完結了G20之後 接著港股便下去了 今早一開 就跌500多 接著600點 現在就收了 跌3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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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7,500點 左右 成交都不高 成交都是很低的 成交就是640億 17,616 我想今天都是那些 12,13 所以你問我 我猜 即是 香港那次開完金融峰會之後 至少到現在 我都沒有看到有外資 來香港的股市 你看到那個成交很清楚 簡單說一句 就是 之前 由14,000點 一路仰回到18,000點 百分之百 要不就是國家隊 要不就是用香港的錢 是沒有 額外的外資 投資香港的股市 這個是正常的 沒有才是正常 為什麼呢 因為下個月 美國就正式不會承認 香港的審計報告 那待會也給大家看 香港為什麼 上個禮拜要開 那個國際律師會 原來 香港 即是國際律師 那些律師事務所 來香港開辦公室 基本上是創了新低的 這兩年 可以說 兩台麻雀都夠數 可以是少到這樣 所以就要做那些 國際律師交流會 那為什麼沒有律師呢 你沒有生意做 就沒有律師 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沒有生意做 你玩國安法 就沒有人在 那連這個核掃師也沒有 會計師也沒有 一會兒跟大家說 現在有說 葉劉說 教師也要續牌 教師也要續牌 那些人不就走得快一點 那讀書要怎麼續牌呢 那議員要不需要每個月考試呢 如果是這樣的 我向葉太提議 不如你 立法會議員的 每個都要考試 不就更好 為什麼你叫別人考試 你自己又不用考試呢 對不對 好了 大家看到鑽石狗下 就去回123% 那我們今晚也要看回這個美股 那美銀就去回45% 沒有變 那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後備時事頻道 Patreon 那我的年紀下面就是5元 美金一個月 那這個紅號就最準 他說 恒指應該14,000多 14,000多 就見底 那就會在16,000至23,000點上落 其實這個也不夠準 你說呢 恒指在0 至4萬點 那就包你中了 對不對 未必的 未必的 為什麼呢 你未見過相底 你再做一個底 底可能低於這個 底也可能高於這個 但我估計是1,000多點上落 應該是 所以你說16,000點是底 未必 未必 機會 再次下回14,000多的機會 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再 其實現在香港 好像如果你有玩開國內的A股 你就會知道 跟國內的A股是一樣的 它跌跌跌跌,很久 不動 然後 無厘頭 完全不知為什麼 就是抽 因為國內上證的只是3,000多點 它可能一抽 就抽五、六百點上去 這些財政就進去 好了 那幾個星期 過了那兩個星期後 它就一格一格一格跌下去 還跌跌過原先的那個 你現在看見港股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之前说 上去接近万八的位置 接近万八的位置是给你沽的 那个位置不是给你买的 是给你走货的,不是给你买货的 所以你说万六点是否价值呢? 即是今次浪的价值呢?未必 有机会打穿上次万四的 但即使再打穿之前万四的价值 都不会穿很多 其实 即是说万四是价值 我说短期,即我不是说十年那些 你说万四不是价值,都不会差很远 但问题是你买来干什么? 所以是给你走货的 不是给你买货的,大家要小心 好了,我们先说了李家超 我们先说了李家超特首 其实有一件事是我很在意的 即是究竟李家超今次去泰国 和回来,从泰国回来 去和回来,他究竟是坐哪间航空公司的呢? 我看过很多篇报道,没有说过 会不会是包机呢? 或者是会不会坐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那些呢? 不奇怪的,因为习总都是坐包机的 正常来说,郭泰那些 即使他找人去 带他买机票也好呢? 因为你的名字是要公开的 你最多是走贵宾通道 但问题是你的名字要公开的 International Air Line 应该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因为你是制裁了的 你如果被美国知道,罚你几千万美金就糟了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我估计他不是坐包机 就是坐国内航空公司 有没有读者知道可以告诉我 但我看了很多新闻,他都没有说过 究竟他是坐什么航空公司去的 接着 今早上 其实现在香港入境的规例是改了的 即是你只需要有24小时的快速 回来 过境的时候,你先做核酸 接着你可以回家等 不需要在机场等 但问题是,当你是阳性的时候 即是你阳性了,你的CD值是有差不多的 某程度上来说 某程度上 快速是不应该失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泰国曼谷坐飞机来香港多久? 几小时而已 好像是四个小时,或者四个多小时左右 看你当时是顺风还是逆风 但不会超过五个小时 不可能你早上还是阴性 即是他跟茂波一样 他跟茂波一样 中间是阴性,回来是阳性 所以大家看到我营光幕 就是用这个蛊惑的枪 是不是才对 坦白说,你问我 中了一招 有可能 就是那个 虽然你中了一招 但可能是 无病症也不出奇 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但是 其实这个人 是不会完全没有的 只不过一件事 那个反应很猛 简单说一句 我有朋友也是 少少喉咙痛 少少鼻水 我试过有个朋友 好像有少少发烧 就睡了 睡了一觉 晚上起身 什么事都没有 他一做快测 中了 你说完全没有反应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已经死了 不是完全 不会完全没有 因为人有反应 你里面有那个 CD值去到这么高的时候 是不会完全没有反应 问题是 究竟他本身知不知道 自己有不舒服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 但他敢不敢说呢 当然不敢说 对啊 喂大哥 你如果习主席中了 摆明你是老阴 即是习主席和王毅 其实这次 泰国的峰会 只有两天 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 即是18、19日 他就是前一天 五点多钟到的 你看到他 习主席和王毅 全程都没有戴口罩 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呢 因为不能戴 你这样戴口罩 你会有少许 你会有少许 看低别人的 因为别人都不戴 你这么担心就不要来 所以习主席在这里 习主席就不戴口罩 所以习主席也不戴 他就没得戴的 你看到习主席不戴 王毅也不戴 其实 你是不能戴口罩的 所以我在中间 即是有些读者 有些YouTuber 不断地批评 习主席就不同 跟泰国总理握手 又不同这个 又不同那个 他不是看不起人 你明白吗 他怕中招 你跟官这么久 你都不知道官是什么 习主席是很怕中招的 他怕中招 但是一会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我想习主席可能中了 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说 可能是习主席串染他也不定 这个不知道 因为你在泰国那么长时间 但是 又一起吃饭 不戴口罩 其实现在你说 无论在泰国 日本 台湾 基本上到处都有 我朋友在英国 他在中间也中过 你就当感冒了 没办法的 你戴口罩也中的 因为他在英国也戴口罩 他也中 所以问题就是 你在香港搞那么多事 其实是无意思的 是无意思的 简单说句就是 我觉得 第一 他的快策 不应该是阴性 因为你回到香港是阳性 你阳性的CD值是有那么多的 未必是阴性 第二 他也未必 感觉不到有点不舒服 但是他当然不敢出声 大佬整个习主席在这里 不舒服你还管 你想传染我 对不对 但是现在确定就是中了招 所以我们叫这个病毒 叫做 鼓劝的枪 简单说句就是 快策他就可以避过你的 对不对 当你不在香港的时候 你就不会中招 你一撞到香港就中招 跟陈茂波一样 大家看看 在这个APEC里面 是获安排 坐近习主席身边 当然你也可以说 是不是跟这个英文字幕 中国的英文字幕是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R 香港是什么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 无论你H也好 S也好 R和S中间都有很多位 坦白说句 为什么别人安排你在旁边 Hong Kong is China 那你就把你们放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够说 Hong Kong不是China 一什么国两制 在人家全世界来说 你就一国一制 你现在做的事 Hong Kong is China 他未必是by intention 那个人是很自然的 你们是同一伙 你们是一模一样的 老母和儿子 那就安排你们在一起 所以其实现在在全世界来说 Hong Kong is China 没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 没有 没有一国两制 这些我觉得别人不是by intention 就是安排的人 很自然就这样安排了 你想想 这个距离 怎会不中 没可能不中 大家看到这个 APEC会议 由APEC大会安排 不是的 他今天出席 这个是18日 即是第一天 他今天出席首场领导人会议 被安排坐在国家主席 习近平左边 即是人家已经当你 Hong Kong is China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现在是 另外这个 你看看情况是相当诡异的 你说王毅是否中招 我回答你100%中 100%中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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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见到王毅的 动作是很奇怪的 好像按住他 你不要走上前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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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他 你不要上去问话 你不要问话 习近平要找你的时候 他自然不会找你的 我估计就是这样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应该是19号 即是星期六 我相信 如果当时李家超 因为通常 现在你中我招 大约前伏期很短 一天左右 如果他是 20号 他20号中招 他20号回来香港 验到是阳性的 即是说他中招应该是19号 19号或者18号 我相信王毅应该已经中了招 如果这么短 又或者是王毅 感染他也不出奇 这个不知道 所以问题就是 习近平这次 就恨到你死了 日防夜防 那又怎样 那就加财难防 是吧 好了 那我们看回 如果我们 中间有些新闻出来的 就说这个 印尼团想着明年 访问香港 香港这个团想着明年又去东盟国家 其实坦白说一句 金融峰会开完 七楼就搞到七国那么乱了 一会我们也会说 其实你没有看到任何 即是实质的单 签了回来 台积电的张忠谋 在这个 过去的星期六 在同一个 APEC 即是曼谷的峰会里面 他是有发言的 张忠谋 张忠谋原来已经91岁 他就是台积电的老板 坦白说一句 我是几喜欢张忠谋这个人的 做事就做事 多做事 少说话 做厂厂佬本应如此 简单说他就说 你说 紫光比我 台积电的老板 他就笑一笑 你说 别人 别人的单 好像多过你台积电 他就笑一笑 喂 Samsung 现在好像科技 Intel追过你台积电 他就笑一笑 很少解释 做事就做事 我是很喜欢这些 很实干的人 你看到 他在峰会里面 他就跟何锦丽说 在下个月 在亚利桑那 他们那间芯片厂 已经邀请了美国商务部长出席 这些就有骨落地 这些就真的了 然后他们现在在亚利桑那 再开多一间芯片厂 其实你已经看到他想做什么 简单说 他就是最先进的东西 现在iPad Air都用 M1 其实现在iPad Air 和iPad Pro的芯片 暂时是没有分别的 那又怎样呢 大家知道苹果是台积电的大客 苹果的大单 我不排除将来Google 其他那些 直接就落单给台积电的美国厂 美国直接就在那里交货 在那里交货 直接给苹果在那里验货 然后 怎样去印度做 去中国做 这个就下回分解 大家看到下面 他说在亚利桑那 製造芯片的成本 可能比台湾至少高50% 有些读者有留言 他说 你如果用墨西哥那些就便宜了 因为一个芯片 他不仅是劳工成本 他有很多成本 譬如说 ASML那些就要在你旁边开厂 是的 或者是 Keyside我不知道 应该ASML就已经说了 会在他旁边开厂 你去哪里开厂 我就去哪里开厂 其他周边那些 譬如运输 或者设计 不仅是劳工成本 一个芯片有很多成本 譬如搜索那些 反而是劳工成本 不是最高 最高可能是搜索 资本开支 做研究 所以他就说 芯片的成本 可能比台湾至少高50% 但问题是iPhone是无敌的 多贵的人买 对不对 对 所以问题是 这些就是有骨落地 这些就是真的 你说的那些是没用的 那些是 你说多少是没意思的 我们又去东盟开会 然后东盟开会 为什么呢 金融风会很成功 我看到你的股市不是 大佬 你金融风会很成功 你的股市为什么会这样 是吧 你看到外面表达出来的 不是这样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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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说一点 就是关于现在中国的疫情 北京仍然严峻 内地已经破了两万宗 这个刚刚过了的周末 北京就希望市民窄过周末 窄过周末 就是在家里 没出街 谢谢 内地在昨日为止 他说这个人 原来他是长期病患来的 N那么多病又有龙又有性 简单说一句 就未必是新冠死的 你当他是先 搞到整个中国 天翻地覆 原来就是死了一个人 重症你都没听到 本来就说12月 曾经传过出来的 之前不是出过那个20条 传过出来就说12月头 国家就会取消这个动态清零 大家看到 国家就马上出来澄清 这是11月19日 澳门电视新华社的资料图片 北京说市内疫情严峻 坚持动态清零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这个知二十峰会 过了知二十峰会 是吧 你说为什么现在 改为这个自费 没钱就自费 没钱 国家没钱就要你自费 就是这么简单 有钱就继续做 没有就自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Patreon我们说过的 共产党那种所谓的唯物辨证法 是没办法可以让经济搞得上去的 他未必是不想的 你一看到香港和国内 基本上是愚出一折的 即是说 前又不是 后又不是 之前马上已经说过了 上又不是 下又不是 我不就是糟糕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像那个回云夜那样 就要走中间 对不对 那你走中间就死了 你中间的海 你怎么就浸乱乱了 现在香港就正是一样 大家一会看世界杯 你就知道 一会和大家说 他经常就是前两步 咦 不是啊 我一放宽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广州 大部分地区 或多或少都有骚乱 好了 那怎么办 如果大家有听到 过桥之前 我是 绿马来的啊 我的车 由那条桥过来 都没有十分钟 为什么我变成了红马呢 我在车里面 糟了 我放宽 那些人继续搞事 那怎样呢 不行不行 不可以放 好了 接着过多一个星期 糟了 经济不行 接着我就要去参加这个知识封会了 放宽放宽放宽 接着放风 20条20条 好了 中间 不行啊 习主席 很多人搞事啊 那不好了 马上收回了 那就是 前进两步 后退一步 后退多一步 前进一步 离离去去 前后前后 那国家就是前后前后 所以没得搞 搞不到的 你看到香港也是 走前两步 不行 糟了 怎么搞 太放宽了 不行啊 中联办会骂的啊 那你没有那些 没有那些红黄蓝马 那些人出来示威那又怎样 突然间有个周幸彤出来啊 对不对 突然间有个阳村画了一幅画啊 会不会颠覆我的政权啊 不行 收紧收紧 好了 收紧多过两星期 糟了 经济不行 没有外资了 马上要叫人来开会了 放宽放宽放宽 好了 放宽了过两星期之后 不行了 又怕有人搞事了 收紧收紧收紧 所以政策就是前后前后前后 没得搞的 共产党就是这样 你问他有没有长远的规则 他没有的 他没有骗力 他真的没有的 他见日过日的 哦 美国现在好严吗 这样啊 那我们放宽了 哎 美国好像好谈点啊 又收紧了 所以搞不了 没得搞的 我告诉你 大家看看广州的疫情 这是昨天的 9000 过了万的 他这个只在广州海珠区里面 9000多宗 再延长 好了 这个就是今早早上 星期一早上 白云区 直接封了 白云区很大 我去过几次 我去过几次白云区 你看到广州 新增8000多宗 死亡都没有 5月以来 就是刚才那宗 第一宗死亡 重症都没有 将那些人 全部搞到团团转 那么今早 白云区 直接 整个区封了 整个白云区 地铁公交 全部暂停 接着做核酸 有些地方 没办法 再支持 免费核酸 就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自肺核酸 那你怎样搞 没得搞的 大哥 是吧 有些人说 不是 香港的股市跌 因为内地疫情严重 内地封区也不是今天 哥仔 11月初已经开始封了 现在差不多 超过两个礼拜 就是这个港州 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已经是 澳门还在封了 现在是 是吧 另外 这个 肖扎仪 就是我们警队一哥 再次中招 三个月之内 他好像打了五针 他打了四针 还是五针 已经打了很多针 肖扎仪 你看到又再中招 是吧 我想来到那个 好像说 福必泰很快有二价疫苗 又再打 是吧 我告诉你 你越打 你个人的免疫力 越低 你更加容易中招 我告诉你 真的 我真是很与众心强地说 因为这个是会影响你的免疫力的 你不可以常常规则免疫系统的 所以为什么人家的流感针 是一年打一次的 喂大哥 你当是葡萄糖水 刚才 你傻的吗 大哥 一年打三四针 你的免疫力这样这样 你这个免疫系统 分分钟傻了 也不奇怪 你不要整天叫我出来 大哥 我真是遇到菌的时候 它自然会出来的 对不对 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说 你真是遇到那个 那个病毒的时候 它能支持的时候 它自然会出来的 那比如肝炎那些 它打到一部分而已 打不完的 那肝炎就脱不了了 或者A市那些支持不住 没得说 但问题是 现在这种病毒 其实你身体的那个 免疫系统是支持得住的 你是又叫它出来 不是又叫它出来 那你一年叫四五针的时候 它会乱了龙的 大哥 真的 你打坏了自己身体 只能搞的 我觉得你打三针 其实打到尽量了 你如果打了三针 你停一段时间才再打 真的 不要那么疯了 大哥 你打了 肖扎儿好像打了 不知四针 还是五针 你现在疫苗又再打 你这样打 铁打都被你打死了 那些针都被你打乱了 大哥 你不要当是葡萄糖 是吧 是吧 好 来回这个画面 这个星期会放 11月份 应该是 第三期的投资日志文章 到我们的网站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订阅我们 11月份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或者是美股 YouTube投资筆的收费版 大家都可以开始付费 大家可以看片尾付款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英文财经频道 Yuan Stock Market Weekly 我连结在下面 昨天我出了Patreon 当然要说泰国团 这个泰国团是星期六晚 原来是一个拜神团 原来是一个拜神团 我估计 他应该会去那些大佛 或者是去这个 观音庙 就是土瓜环 土瓜环 红磡 红磡的那间观音庙 然后去这个大佛 原来他是一个拜神团 原来都是多的 50个团 昨天我录Patreon的时候 还未知道 我都估计了 应该是三四天左右 果然是四十三夜 原来团友都多 有50个团友 但是问题是 你搞那个 团进团出 他搞什么呢 就是搞星期五晚 实施 所以我们经常说 共产党就是唯物辩证法 什么叫唯物辩证法呢 简单说 见日过日 什么叫见日过日呢 喂 不行啊 香港好像零加三 谷了这么久 什么事都没有啊 大家稍后看回那些数字 就知道了 再谷 突然间收到电话 就搞个团进团出 但是 好不不需要 星期五晚搞 原来申请就要几日时间 这个团 刚刚就是星期六晚到港 别人就没办法可以申请到 结果就唯有捱饭盒 即是两送饭 简单说 回酒店捱饭盒 大家看到 这班来的 就是 香港隔了这么久 终于有个团来香港 有五十个团 是 据杨远洪所说 他就说 喂 那些泰国旅客来到香港 要捱饭盒 杨远洪就说 不会特事特办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来之前 就知道要捱饭盒 我告诉你 如果他去旅行 那些人是真心情愿来捱饭盒 我批个头 让你当椅子坐 我告诉你 简单说 应该是来拜神的 你说捱饭盒 他喜欢吗 一定不喜欢 但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 团收多少钱 可能团有些优惠 算了 一日半日就算了 我们先看看 那些细节 大家看看 这个泰国团 因为申请不及 绝对没有人申请得及 因为即使你申请得及 你找那间食肆餐厅 都不会申请得及 因为你是星期五 很晚 突然间说 做这个团进团出 其实你现在看到 人家是 真的无意欲再来 大家看一件事 出发之前 要做这个阴性报告 他说出发之前 就已经 要收齐出发之前 出发之前 所以问题是 他用了两个小时 先收齐48个团友的阴性结果 然后上载 另外 旅客不懂中文 不懂中文 不懂英文 因为他们是泰国团 所以要当地工作人员 导游领队协助 要上载 很麻烦 第一站 他去浅水湾的天后庙 拜神 就说 有一部分的游客 这个导游的简小姐 就说有点失望 看到浅水湾有很多 很美味的餐厅 但是没得吃 只能够在房间里面 吃饭盒 吃饭盒的话 就不用来旅行 对不对 他们其实主要就是来拜神 所以主要目的做到 算了 只是这样 他感受不了在香港吃饭 他说今天吃三文治 昨晚晚上吃海南鸡饭 挺美味的 他说旅客呢 这个泰国旅行社的东主 就说那些旅客想吃点心 吃海鲜 当然是安排不了 也有旅客投诉 不像杨元鸢所说的 他们早就预认了 不是 我来旅行 我来四天三夜 你两三天都叫我 在酒店里面吃三文治 在房间里面吃饭盒的话 那就不是旅行 对不对 接着就对了 去鸿磡那个观音庙 OK 因为被动查核 他们就召入 他说 这个旅行团在香港逗留 不多过四天 他们 第一 第二 第一第二 就不用做这个核酸 都OK的 他只需要在香港 做一次核酸 做一次核酸 即是他离香港那次 中间那次 那次 cancel了 因为第四天 他们已经走了 所以不用做 只需要抵抗那天 做一次核酸 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旅客已经遮嘱了 这个旅客已经遮嘱了 非常繁复 在出境之前 要在机场里面 搞两个小时 是很繁复的事 大家都看到 这个 看到在下面 最后 其实别人说了 他说是 no choice 如果去吃市 当然更好 但是现在的安排 现在的安排是 没有人会喜欢的 没有人会喜欢的 但是只不过是 no choice 大家看到 他说 他说这个 团进团出 其实那个吸引力 是 很低的 他估计 圣诞 黄季入境 最多 只有8-10团 8-10团 这个其实你不需要估计 因为 如果有团 订阅来香港 已经订阅了 要订阅 已经订阅了 所以这个8-10团 可能不是100%准确 但是也不会偏差 因为如果大家看看 日历 12月25号 已经是 圣诞节 距离现在 大概 一个月多 所有的旅行团 其实已经订阅了 大部分都已经订阅了 即使是自由行 如果要订阅 酒店也订阅了 已经是 所以他估计 圣诞旺季入境最多 只有8-10团 但原来疫情之前 12月可以去到多少团 是300团 是300团 是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你说大不大事 是百分之三 大家看到这个团进团出 在这个昨晚 只收到多少个入境团登记 三个 真可憐 真的很大事 是没有兴趣的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这个 这个领队 这个泰国团 回去 你们不要订阅香港 你们订阅其他 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订阅其他地方不要搞 那些客人不喜欢 就没有回头 你明白吗 客人是这样的 大佬 坦白说句 你问我 如果我去泰国 或者杨润鸿去泰国 你要我四 即是四日三夜 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饭盒 在餐厅里面的话 下次你没找我去 喂 搞不了 不能搞的 我去旅行 大佬现在 是吧 我不是走烂 对不对 幸好他们还是这个拜神团 你说如果来香港玩的话 真是走投 好了 最佳方法 莫如看看郭泰 大家看看郭泰 郭泰 10月的载客量 说到多厉害 其实只不过 疫情之前的15% 10月份 说到多厉害 是没用的 其实 你看看他 他下面那里 他说 未及得2019年同期的15% 是可能只有13点多的 其实 那你恢复什么 那就搞过团进团出 那团进团出有没有用呢 他说在营销疫情前 跌85.4% 是吧 所以突然间 不如我们搞过团进团出 你现在看到 是废的 即是没用 大家看到 《营销幕》 这个《永安旅游港》 现在的团客 只有三年前的一成 简单说句 香港 有九成的旅游 是要倒闭的 接着的圣诞 到農曆年 農曆年是1月22日 就是连锤 简单说句 就是说 接着 还会有一些旅行社大的 倒闭 我不排除永安活泽 你只剩一成 那就只剩一成可以生存 接着是什么 商场 店铺 其他的 再倒闭 商业楼宇 空置率再高一点 香港的 楼价 再跌多一点 就是这样 是呀 没得搞的 我之前已经说过 你即使 你即使现在零加零 你即使现在没有了这个疫苗通行症 我可以告诉你 会不会由现在升一倍 我就当你一倍 你都是疫情之前的三成 连四成都没有 你看到他突然间临急临忙 搞过团进团出 基本上完全没有帮助 三团申请 坦白说句 如果在泰国那些团的 我们刚才也说过 没关系 他去哪里都没关系 因为他有团 成都团就可以了 对不对 去其他地方 对不对 去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去的 泰国团可以去日本 去南韩 去这个 马来西亚 印尼 在亚洲很多地区可以去的 不是一定要来香港的 坦白说句 我是那个 今次来香港的泰国团 我回去也不推荐 哪一个 坦白说句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那些 导游 再加上那些小费 你猜那些 48个旅客 小费会不会很高 当然不会了 大哥 我餐餐吃饭一下 对不对 但是小费是人家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对不对 其实这些是大家都明白的 大家都明白的 是他不明白的 你那些所谓擠牙膏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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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过上圣诞和农历年之后 中间 我不排除永安都会收入 更多的那些酒楼 店铺 那些 就是 甲级写设楼的空置率再高一点 楼价再跌 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了 这个 永安的行政总裁就说 放宽到零加零 才有机会 我告诉你 不是零加零 也不是取消疫苗通行证 你要中国再通 没有其他的东西 才有机会回到疫情之前的100% 你即使现在没有了这些东西 你多一倍 你也是回到疫情之前的 三成而已 三成 你另外还有七成的那些就要倒闭 关于这个 濫种的问题 我相信在这几天 大家也会听过很多报道 我们也有 我不想一般再重复 但是 现在牵涉到的团体 之前有的就是南韩本身 南韩的主办单位 包括阿滥 和现在是细南 大家要明白 南韩本身是一个国家 而细南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基本上他只需要跟你说 对不起 我们搞错了 那我们会搞正 你给我一些正确资料 已经完结了 因为南韩本身是一个国家 南韩的主办单位 其实有可能是官方的 我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细南也是世界组织来的 他不会跟你 咪咪咪咪咪 对不起 沙林成 没有的 因为他是世界组织来的 你说我今天 香港 不好意思 我不赞 我退出这个细南 没问题 你就退出 他也未必会留你 因为人家是世界赛 大家明白吗 其实南韩 已经做多过他应该做的事 如果我是南韩的主办单位 我道歉就算了 我不会再告诉你 什么有个初级民员 我不会的 我道歉就算了 因为现在是国家和地区去做 我道歉就算了 你们知道我怎么错 我怎么错 关你思考的事 对不对 你也没有实际的损失 对不对 你说我不接受 那你想怎样 你不接受 你就开个条件过来 可以的 别人就做 不可以的 OK 你喜欢参加 你喜欢不参加 就参加 等于你 你世界杯 你不接受也可以的 没所谓的 只不过你不能入围 所以其实 你问我南韩或者是世南 他做的事是恰如其分的 但只不过你说我不接受 你不接受那又怎样 你就开个数据 他做到就做 做不到的 所以你喜欢参加就参加 你不喜欢参加就参加 这个问题就是 你自己那种左交上身 是你的问题 别人本身是有个国际规矩 别人本身是一个国际组织 他有一个国际规矩 你去问霍振庭 你去问霍启刚 别人不会的 就是这么简单 等于你中国 你香港的 对不起 我们搞错了 那我们搞正就算了 那不会人家又跟你道歉 又跟你解释 又跟你设查 没有的 其实不会有这些东西 大家看看这个 你问我 我相信 袁荣刚 归香港 你说是黑暴哥 你都没有说过是黑暴哥 你黑暴不跟人家 你明白吗 你不要把你自己香港 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放在国际上 全世界 都有这些示威 你现在英国没有示威吗 你南韩没有示威吗 你美国没有示威吗 每天都有示威 我经常说一件事 你在Sentral Park 十几二十档 当时 吵架 这个Donald Trump 现在在Sentral Park 几二十档 吵架 这个拜登 这些人是很正常的 你说是不是黑暴 这是你的问题 行 没问题 你在香港和中国 你怎么搞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所谓的黑暴哥 放到别人的国家里 别人要知道你想不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别人是守国际规矩 不是守你香港规矩 对不对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当然你问我 别人可能觉得 袁荣光归香港是国歌 你有没有告诉别人 哪一首国歌是对的 你有没有说过 各歌有几样东西 第一 旋律 即是音乐 歌名 第一个是歌名 如果你有的话 歌名 接着旋律 歌词 最好给五线谱 接着整首歌被人double confirm 一二三四五五样东西 你有没有做到 每次都做 或者留下一个copy 你跟这个 直至另行通过为止 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 那你也没有做过 那别人错了什么出奇呢 你说 喂 怎么搞错 你不能问过 那别人就道歉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有没有给资资料 每一次都要给 除非一件事 跟这个 这个就是了 直到另行通过为止 所有这些赛事 播这些国歌 歌名 歌词 旋律之前 请跟我double confirm 这样就清楚了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 对不对 那你骂人做什么 对不对 我当他错了 他道歉了 他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 因为他是国家 南韩是一个国家 西南是一个国际组织 你在那里吠什么 对不对 大家看一样东西 七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错了 那错了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跟别人 解释呢 这些东西不难的 有多难 有多少样东西 五样东西 这么简单 坦白说一句 你怪球员无意思的 我们稍后会讲这个 奥委会那个 秘书长 喂 不行 那些球员 要表态的 我们稍后会讲 但是陆仲虹就已经说得很对了 他就是吊构梁美芬 喂 吊你香港的球员 大家看到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很多都是龟佬 喂 你的球员 没有反应的 为什么 陆仲虹就说 字幕错怎么反应 他不是看着字幕的吗 对不对 这个呢 我是相当有意见的 这个细腾 他有说过 他说那个字幕错了 显示Gory to Hong Kong 细腾 就说了给香港腾总听 香港腾总就说 是图像操作 原失误 whatever 怎么也好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事情就是这样 那你应该问一下你自己 有没有跟别人重复认 有没有fold check 有 还是没有 没有的 你也有责任 如果你这么迫 这么紧张的话 你直接应该 那个领队去到那里 立即走到别人的操作室 麻烦你给我一首歌 播出来听听 给我个歌名 给我个五线谱 这样就清楚了 你有没有做 没有嘛 对不对 有还是没有 你人都飞了过去 对不对 那即是没有了 那你废什么 还有一件事 我怎么知道你这首歌是黑暴歌 什么叫黑暴歌 全世界都有这些示威 示威者不可以有歌吗 对不对 这个在昨天 网友就说 喂 揽种 即是揽球赛 接连出错 荒谬啊 去信这个世界揽种 要求撤查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渠道 那你见到那些议员呢 已经没有出声了 之前不是全部撲出来的 好了 今次 没有出声 那帮友没办法 即是你是这个政务师 怎样都要说两句 打电话回去给秘书 出封信 寄给他 叫他撤查 那别人回答了你 这个图像操作员失误 那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那件事就是这样 当李家超仍然在这个 泰国峰会的时候 他都说非常不满 他又去信亚洲国际揽种 附上官方版本 简单说句 他这个应该跟陈国基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你不需要 这些东西你不需要特首在 你政务师已经可以做到 其实他要回答同一件事 这件事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你去信亚洲和国际揽种 为什么 错了几次 但是这个是之前的错 行不行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就看别人怎样说 那不是好像之前那样 煞气腾腾 不行 我要飞过去 原来我没有执法权 不要紧 你帮我执法 或者在香港 找O记查够你 喂 这件事都不是发生在香港 你逮捕这个 香港濫众 你逮捕他干什么 都不关他事 是不是 你不要那么疯了 是不是 真是瘋了 这个就是 我们 港协 企澳委会的秘书长 他就说 以后 出一个指引 他就说 这个指引就是给 参赛的选手 代表香港参赛的选手 逢是国歌和国旗出错的话 他就建议选手 就要举 T或者交叉的手势 否则就拉队离场 T的手势就是stop 交叉手势都是stop 我不知道这个人 他是不是左交上身 但是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这些事不是球员做的 球员做是做什么呢 球员做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去 踢好或者打好那场赛事 这些事是什么呢 是你的领队做 或者是你有工作人员 行政人员一起去参加这些国际赛事 是由那些人去做的 不是球员去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举个T 或者交叉手势 大会可以说你侮辱过大会 你想想 万一 在两首国歌之间 的话 你举个交叉手势是什么意思 又或者即使这首国歌 是播错了也好 坦白说一句 都不是轮到你这样做 譬如说在踢球中间 大家应该都知道 即使你有不满 你觉得球证是判错了 你是事后去投诉 不是中间由球员做事 你问我最简单的方法 你喜欢拉队离场是你的事 但是他这样说话是很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球员 很多就是靠这些奖金 去过活的 你现在没问题 因为你现在左交上身 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试一下 如果球员突然这样T字或者交叉的话 大会可以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你最简单一样东西就是你自己跟着球队去 然后之前 跟别人 重复确定所有东西就不会错了 阿天才 你有什么理由把这个球队踢给球员呢 关你球员什么事 我来踢球而已 周星辞说的 我不是来搞各旗和各哥的 喂 分分钟那些球员是什么 外援来的 你这么麻烦我不代表你就是了 喂 拉队离场 人家就是靠那个奖金生活的嘛 最后 是不是 你当然是说得轻松的 喂 懂不懂啊 大佬你 你不要乱够这么搞吧 麻烦你 那么 这个一样啦 发现各哥出错 需要即时表态 包括离场退赛 那你不要去就行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香港现在越搞越多这些东西 没有人会来你香港 或者代表你香港 你很麻烦啊 你明不明白 我们经常说 你没问题的 你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因为你全够了嘛 但是球员不是香港人 是很多鬼佬来的 大哥 你认识我看得到 是不是才对 喂 都是因为你那个转会费高 或者是 你都叫做国际城市 如果你越来越国内的话 那不好意思啦 别人代表另一个国家好过 我有技术 我有知名度 你认识没人要吗 是吧 这个呢 就是我见到这么多个 最make sense的 希望政府提供 处理播放各哥和 星挂俱旗的指引 原来你没有的 你没有就不要骂人啦 对不对 你想想一样东西 别人要问你的 喂 究竟 怎样播各哥 和升旗 才符合你要求 麻烦你给个指引出来 你又没有指引 又说别人错 那你在香港 你大了 你说你 你拿着那把枪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出了国际嘛 那如果别人 揽了问 那我要怎样升你的旗 你才为之满意呀 升得慢 可能又不满意呀 升得快又不满意呀 是吧 你首歌播慢一点又不满意呀 播快一点又不满意呀 是吧 那麻烦你给个指引出来 我跟着你做了 是吧 那你又没有 即是没有啦 问得就是没有啦 我刚才也说过很简单而已嘛 你整队人都飞了过去 那你的领队 你的行政人员 跟别人那边 确认了 歌词 歌名 歌曲 给他个五线谱 他 临出阶之前 播一次给你听 打一次给你看 一定没有走鸡错啦 这些是领队做的 如果你这么关心的 你自己飞去做 不要叫那些球员去做 那些球员来踢球而已 他不是搞这些东西的 大佬 如果你随随随随便退场的话 这么简单而已 不参加你那一队 大佬 是吧 这些真是 你想想一件事 所以我不是经常说一件事 没有人会想来你香港的 你这样玩法 是他是不对 他播错了 那别人就道歉了 你就给一个正确版本他 是吧 你会不会说别人玩够你 其实也会的 玩够你便玩够你 你都没有给一个正确版本我 对不对 你给一个正确版本人 别人有cibeg confirm 那你就拿着那件事 执死他 你没有 你就是没有了 对不对 那没有你吹得我 我再拔到我的墙子 是吧 好了我们说回 这个世界杯就开了锣了 即是昨天已经开了锣了 好了 酒吧其实就开心了 酒吧其实就开心了 但是现在就没有时限的 大家看到 现在酒吧就没有涉嫌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过去那几年 其实酒吧已经散了 熬到现在已经是五六七箱 很多酒吧就立刻 向这个电视台 就购买那个播放权 但是他自己要计过那些 即是他自己的数据也计过 那就播这个世界杯 希望可以吸收多些客人 即是晚上来喝东西 我不管你喝东西也好 他自己倒门也好 怎样也好 起码多一些过夜客 其实大家有看 这是今早早上的新闻 有些小记去南桂坊 现在已经说是放宽了 但是那些台湾旅游客就说 南桂坊是不是已经下落呢 因为他们去南桂坊 大家看到这里 南桂坊 基本上这些酒吧区就没有人 我朋友都说 日晚走过是很疏落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香港现在 据他所说 已经是0加3 他叫你不要再讨论 是不是 不讨论 就是钉盖 大家看到 现在酒吧和酒馆 不同这个食肆 每一台最多是6个人 最多可以6个人 另外 他顾客人数 是处所容纳上限的75% 就经常有些铺泡去掃墙 经常有的 之前就站得满了 大家如果看回上一次的世界一杯 基本上太子 南桂坊 那几个礼拜是好生意到不得了的 很多鬼佬、鬼仔、饮通顶 但大家现在看到这几位 小姐的身后 那些位都是疏疏落落 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所有酒吧、酒馆的顾客 进入之前 全部要 有一个快适 或者48小时之内有这个核酸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苛刻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每台最多6个人 接着你顾客人数 就是厨所容纳上限的75% 很多就会去那些室外的 譬如说 现在不是太热 去那些西贡 或者是不如 几个老友寄 回家 家庭大一点 找一个 在家里看球 所以你看到是很冷清的 另外 这个很好笑 我们 伟大的祖国 就说 世界杯中国的元素 多得 如 满天繁星 因为好像那个 那个场 是中国有份起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也没有份参加 你也没有份踢 你也没有份踢 不好意思 说得这么厉害 这个就得淡笑 这个已经是 几天之前的新闻 是吧 谢俊卫就说 喂 你不要下下用 抢人才的字 很粗俗 很粗糙 他还说 香港跟大陆没分别 你不要忘记我们特首是什么 我们特首是草根阶层出身的 一定要抢 一定要斗争 对不对 吸引人才那些是书生所为 我们的真性情 这个 谢俊卫就说 抢人才 太粗俗了 下下要抢要打 和内地没分别 这个东方也有说 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看看 下一个 下一个画面 你看看 这个就是今早早上 今早早上 原来 近年获注册的 外地律师事务所 即是 外地律师事务所 外地律师事务所注册的 有多少 说你都不信 2019年 即使你说有社会事件 都还有12间 在2020和2021 两年加上只有7间 大佬 所以你看到他为何要开 那个国际律师交流会呢 人家根本就不来你香港 做这个律师事务 为什么 因为你搞国安法 没有人跟你玩 好了 跟着 其实几个月前开始 已经是这样 即是香港那些核数师 会计师 一路走 一路走一路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美国已经不承认了 你都不承认了 那你怎么玩呢 人家怎么投资呢 没办法买你的股票 即是我是基金经理 我不会投资一间公司 那间公司的 财务报表 是我的国家不承认的 对吗 没可能的事 如果我虧了本 即是如果虧了本 虧不虧本也好 如果被那些小股东一告的话 我立刻要乌沙不保 大佬 所以绝对不会 你看到所有这些 全部 在一起 会计 核数 律师 这些全部 在一起 你继续在一起的时候 那又怎样 一个少 就全部都少 待会你看一下 业劉 业劉还搞事 业劉这个 我想极不明白 业劉说 今次的MIRROR 罪评事件 是跟通识科 本港教育 太自我有关 我真是想极不明白 好像说 现在是有 是有两种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他们全部是报势数的 即是所有的音响设备 挂上的那些东西 他们全部将重量报势 报势了 差不多 70% 第二件事 杨远洪就说 所有的责任 是跟这个 康文署 和这个基电工程署 是无关的 是由这个 租场的人负责的 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两件事 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和 通识科 本港教育 太自我有关 我真是想极不明白 杨远洪就批评 原来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因为那些年轻人 就不是太过适合 但是呢 常常去批评人 他觉得 批评人家 就是自我 我不评论这件事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critical thinking 我很少说这件事 甚至没有说过 那critical thinking 或者是批判性思维 只是有一个人说的 就是台湾那件 就是台湾那件说的 阿灯臣说的 我没有见过 其他的YouTuber 是说这个 批判性思维的 你说批判性思维 有好又不好 如果你本身是这个 你本身是这个 那个feel里面的专家 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那个 入世未够深的话 有很多时候 你想的事情 不是很全面 批评人是很容易的 但真的到你自己做的时候 其实就没那么容易 但是whatever 怎样都好 无论怎样都好 通识科和今次MIRROR事件 我看不到有什么关系 我亦都看不到 你怎样用批判性思维 会令到他将 重量报大了三 报小了 七成 我都看不到 很明显一件事 他只不过是想借MIRROR这件事件入位 批评香港的教育 但是他用MIRROR这个事件 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甚至一件事我怀疑 业柳究竟知不知道MIRROR发生什么事 我想他都未必知道 而有些议员甚至提倡 教师需要考试逐牌 我告诉你 你搞这么多事 那些教师只能赚走 我提议一件事 所有的议员 立法会议员 全部都要每年考试 才可以继续做议员 那行不行 还有一件事 你通过考试 才可以 参加选这个议员 那行不行 对吗 这些不是很典型的 人家就嫌 自己就松 对不对 你议员这么高人工 你议员在香港扮演一个 这么重要的角色 事都不用考 对不对 那为何教师要考试 议员又不用考试 是吗 好了 那我们说回一点点 国际的新闻 我在这几天都听到 有些YouTuber说的 就说这个澳洲的总理 在这个G10里面 见完我们习大大之后 立刻就破冰 就暗示 这个CPTPP 台湾无份 因为其实 反对台湾加入 一向都好像只有澳洲 就是这个人 大家看到 中国大陆和台湾 均正式申请加入 相关合作 记制 澳洲之前一直被认为 是大陆加入的 最大障碍 对不对 原来他说完之后又怎样呢 他的理由呢 就是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暗示他不会支持台湾加入这个CPTPP 他就立刻 在这个会后 澳洲总理在曼谷出席这个APEX峰会的时候 立刻就被台湾的媒体包围 台湾的媒体全部人追着他问 你觉得台湾不是国家吗 这个人 是连答都不敢答 就落荒而图 立刻就出了声明 属于工党的 亚尔巴内塞就立刻声明 他说澳洲我们两个党都支持 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们支持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 不希望在台海看到任何改变现状的单边举动 简单说句 你不用管这个总理说什么 澳洲不同一般的权国家 问题就是现在澳洲这个总理 坦白说句 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他希望 他现在主要就是希望中国 其实在今次的 中国和澳洲的贸易战上 澳洲是没什么吃虧的 澳洲是没什么吃虧的 他经过了欧洲的国家 将煤炭卖给中国 你看到他的GDP还升了 没什么的 所以如果中国取消了那些贸易 即是限制的话 其实澳洲的经济会更加好 当澳洲的经济更加好的时候 他的位置就更加坏了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全世界 你如果不反中国的话 基本上 你是没可能得到人民支持 所以你看到他就不敢说 你看到下面 在这个APEX媒体峰会里面 那些台湾 大批台湾媒体涌上去问他 你为什么不支持我们加入CBTPP 是不是因为你和习近平很友善 你是不是认为台湾不是国家 你看到他 保持沉默 快步离去 双方追逐了超过两分钟 他是不敢说 因为如果你一说的话 你回到国内 你就不用玩了 所以问题就是 他没办法 他们现在是 他很想经济 可以更好 但是他又不可以公开说 我支持中国 所以大家不需要那么担心 真的不需要那么担心 就是台湾的经济 应该会一直这么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英国应该压住美国 乌克兰说下个月底会攻去克里米亚 我们不知道是否事实 但现在乌克兰是不会跟你和谈 这段时间普京基本上已经剩下 当然那些零星的攻击乌克兰还有 但你看到普京基本上都剩下 核武又剩下 又说怎攻又说怎打 天然气能源都剩下 因为欧洲好像没有预期中那么冷 没有预期中那么冷 所以他打算用天然气去虐待欧洲 好像就不太行通了 我们看到油价就跌到80美元一桶 天然气大概就是63美元 升不到上去 现在暂时来说只有中国和印度 帮俄罗斯买油 帮俄罗斯买油 买油 买天然气 你猜他熬了多久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极有可能在今年 我希望在今年可以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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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年可以圆导 环球股市就会好很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新闻不是太多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闻 没有什么新的新闻 现在是1点49分 恒指跌344点 成交是757亿 我估计今天应该是12亿左右 应该是12亿至13亿左右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刚刚说完ASM太平洋 找他和applied material对比 applied material的业绩是可以的 接着我们会谈论轮交所和Tesco 下个月开始 应该会转为YouTube Video 大家有兴趣 留意着这个月尾 看看下个月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块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星期一愉快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